大家好我是孫雲起 今天和大家講講三分鐘時評 今天怎麼看三個字過四關 先講講大市情況 今天市維持強勢 高開之後反覆向好一度 升穿26,100點水平 再創近期的新高 不期有升幅稍微收窄 最後全日升166點 收26,043點 不過成交縮少少 861億 今天能夠繼續做好 跟內銀繼續強勢有關 今天內銀再升 不過最強的不是建行 是變成公行 今天升3.4% 加上騰訊又有1%的進漲 看到了去到281元 成為市今天再升 而且突破26,000點的重要動力來源 剛才提到市一度再破新高 不過企不在上面 究竟後市可否再次清穿26,100點 再創新高 而且站在上面 那就要回到點題的三個字 過四關 哪四關 第一關就是內銀股 內銀股雖然是強勢 但是年日上升之後 一來技術上有些超買 短線累積升幅比較大 二來技術上升到重要的阻力 起碼看兩隻 第一隻公行 看到了 稍微升穿 下降軌回 下降軌其一阻力 而且下跌裂口 綠色箭嘴指著 下跌裂口頂部 好像都有些回途壓力 所以升幅就為之稍微收窄 逼一逼近它之後 建行亦有類似情況 雖然突破了下降軌 但是亦是升近下跌熱口頂部 就有少少回途壓力 這是內銀股 是升近技術性阻力 這是第一關要過 可否破到它 要看了 第二關就是外地的情況 即是外圍的息口形勢會如何發展呢 因為今晚開始有些重要的事情發生 外面稱之為超級星期三 一方面英國有重要數據 另一方面加拿大有意識 更加重要當然是耶倫女士 即是聯儲局主席 一連兩日去國會作證 怎樣說呢 大家很關注 普遍相信它會比較鷹派 鷹派的息口形勢可能繼續偏緊 究竟這個會否影響到美股 以至環球股市 大家要留意這第二關 當然第三關就是科技股 為何這樣說呢 一方面有研究顯示 科技股跟美國的10年期債息 走勢非常有關係 每當債息上升時 科技股就會回軟 剛才提到耶倫今晚作供 究竟會作供令到美國債息 這幾天會回軟一點點 但會否又掉頭上升 債息掉頭上升又進而 令到納斯達克指數首當其衝 跟著環球科技股亦受到拖累 大家要關注著 起碼大家先盯著這個位置 2.42 美國10年期國債之息 2.42的前浪頂 是綠色墊水指主 這是重要的所謂 要升穿了 麻煩的 債息可能進一步抽升 到時科技股就會受壓 事實上納斯達克指數看到 其實這陣子的勢比較弱 看到了下降軌仍然完好 更加納斯達克指數 仍然還未挑戰 不要說升穿 顯示納斯達克指數 指納科技股比較弱 所以納斯達克指數科技股 是第3關要過 你能否過得納斯達克指數這關 亦關乎騰訊的未來 因為騰訊很多時候 跟著納斯達克指數走 如果納斯達克指數 破不了的位置 騰訊也有點麻煩 這是第3關 第4關就是盈富 技術上沒問題 很帥 今天突破了狼頂 或者密集區頂部 勝穿了 站在上面很帥 只不過 沽空比率今天大升 昨天10%左右 升到今天37% 涉及金額3.8% 我們顯示空軍大舉沽空 2800盈富 究竟盈富這次沽空 是引來很有劫瘡 還是擔憂 就說搞得好呢 大家要看著 這是所謂第4關 當然除了這4關 還有行指和國指的技術走勢 都要留意著 現在國指 今天升近這兩個 綠色箭咀指的前浪頂 稍微回一回 這兩個前浪頂 大家要看著 究竟會不會突破呢 都是關鍵之一 指行新指數 也是 今天稍微升穿前浪頂 這個綠色線回下來 後市再爆一次上去穿了 如果行能夠做得到 這個手勢當然會轉強 但是能不能轉強 也要回到剛才說的 第4關 究竟形勢如何發展 大家留意著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